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全网为一的 三大最难忘的婚礼 第一道 现实版再见老张 结婚当天 新娘为了给新郎准备一个惊喜 便向主持人提出了这么一个要求 我想和我爸妈拍着照 当这个要求的提出 主持人也是立马就安排了摄影师前来拍照 此刻的夫妻二人 以及双方父母也做好了拍照的准备 但遗憾的是 新郎的父亲因为离世 只有母亲站在新郎的身边 当拍完了合照之后 主持人说道 可以现场把照片洗出来 在这段等待的时间 还没有见到照片的新娘 有满面 不知情的新郎还在默默地期待着 但当照片真正递在她手上的那一刻 之前的所有期待 瞬间被思念的泪水所掩盖 要给你看一下这张照片 我的妈妈 第二道 画作蝴蝶的外婆 在结婚的前一个星期 新郎给自己去世的外婆发送了这么一条消息 外婆 我还有一个星期就结婚了 如果你想来参加我们的婚礼的话 你可以变成一只蝴蝶飞到我的肩膀上吗 这样我就知道是你来看我了 如果来了 记得一定要多停留一下 我们都很想你 一直怀恋你 而在新郎婚礼那天 她哽咽地说道 因为我外婆去年去世 我前几天跟她发信心说 如果你想来参加 就变成一只蝴蝶来看我 也许她自己也知道 这是不可能实现 但这却是她唯一一种 能够说服自己的方式了 或许是新郎的话 感动了上天 又或许是外婆在天上 感受到了外孙的想念 而正当新郎还在哭泣的时候 空中 果真飞来一只蝴蝶 在场的所有人都认为 这是一个巧合时 一个奇迹的事情发生来 第三道完美的婚礼 女友在被诊断出 心癌晚期之后 第一时间不是到处筹钱治病 而是选择隐瞒真相 何远在深圳的男友 提出分手 当男友得知分手后 不仅没同意 还连夜坐上火车 赶往女友所在地 可万万没有想到 到了女友家 竟然得到的 却是这样的结果 得知真相的男友 也并没有撒腿就跑 反而是辞掉自己的工作 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 用来给女友治病 每天给她按摩 送饭 甚至还在医院楼下 找了一份兼职干 只要能挣钱 她都毫无怨言 但女友为了不毁掉 男友的先程 每天都各种找茬 嘲讽 打击她自尊心 好让她嫌弃自己 离她而去 就连女友的妈妈 也参与到其中 只要看到男友来到家中 立马就把她赶出门外 但这些做法 男友一点也不在意 更是把女友 照顾得越来越好 最后 男友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 把自己亲手买的戒指 戴在了女友的手上 甚至男友的父母 听到消息后 不仅没有阻止 反而带着户口本 从山东老家赶到了河南 还拿出了两万元 亲手交在了女友的手中 同时 也订好了结婚的时间 但由于女友的病情 过于严重 无法败出 只能恳请民政局的工作人员 亲自来到医院 为他们办理了结婚登记 又在病房里拍下了结婚照 而医院也特地腾出了一块厂地 准备为他们筹备一场 免费的婚礼 这一刻 幸福的气息 弥漫着整个房间 两人也紧紧地相拥在一起 这时候的父母 17日 女友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 她便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而这一天 恰逢是他们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 从前我们彼此别爱啊 后来只剩下片场 来抖音急速版 看视频 领现金